如果为了自己有两天钱享受的值的话 我不要跑 把股票转达出去的话 我很多钱 算过吗 大概能多少钱 百八亿总有 还有百八亿了 虽然我捐了百八亿 还有百八亿 就足够了 什么时候我忘了 我不是为了钱 也不是为了享受 那为了是什么 为了中国靠我们共同去努力 能够强达起来 这是我真实的法 那有人会不会说 你就是一个企业家 你想的这些 好像跟你这个企业家的身份 并不是特别的相似 错了 企业家必须有这样的境界和形怀 国家会因为有你而强大 社会会因为有你而进步 人民会因为有你而互助 这就是企业家做的事情 一点都不是大话 你所做的事情 必须调准着国家的需要 社会的需要 你才会做得起来 那你说你不会走离开中国 但是你现在进军海外 在国外投资建厂 不也是把自己的工厂 建到了别的国家 请你注意 我是全球知名品牌 我必须跟个机场上走 请问奔驰 宝马 福特 通运 坤田 到中国来投资 他就跑到你中国来了 金山金山 你为什么没有什么自信呢 哪里能够赚钱就去哪里了 那假如说你将来有一天 你的工厂都搬到国外去了 会不会让别人觉得 那中国的市场那谁做呢 有这样的处理的方式吗 你觉得是不会 是吧 你知道中国政府 跟我多少的恩情吗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胡耀 这是中国的东西 我95年移民美国 拿了美国人的绿卡 到05年我发现 胡耀两个字 将会是中国汽车玻璃的代名词 这时候我跟美国人讲 我把绿卡发给你 不要了 全家撤住一个都不能留 我三个孩子老婆全部撤回去 他们没意见吗 有意见 留在这里不能继承我的财家 你跟他们这么讲 对 因为这是我们不能移民的 我们吵架移民中国人没有玻璃 记者采访我说 最近有很多企业家移民还外 我跟他说你不要担心 选担移民的他不是企业家 他是小老板 深圳成家的有报复的他不会移民 他是哪户他必须要那些伏特 我说我青春经历过 我再说一次我七十岁了 几十年了分到了结晶 我不会不少完结 我都跟在中国做一个真正有女性的人 他必须减少中国这个底下 快手 看见每一种生活 2 3 3 3 4 4